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些年随着选团综艺的盛行 很多艺人通过选团综艺出道 成为流量很高的明星 又因为他们的流量足够多 粉丝足够支持 于是能够在越来越多的舞台上 看到各种男团女团 随着舞台的增多 男团女面向的观众从粉丝 扩展到了全国观众 可是很多男团女团还是保持着面向粉丝的态度 而粉丝对男团女团的要求真的不高 在出道之前还会严格要求 毕竟只有如此才更有可能出道 才会让出道名正言顺 可出道之后 这种要求就变低了 只要在舞台上可以看到喜欢的男团或是女团就足够了 至于是否真唱并不重要 甚至很多粉丝还会为男团女团不能够全开麦找各种借口 说实话 这种借口听多了 甚至会感觉有些道理 毕竟又要跳 又要唱 还要唱的文真的很难很难 这点只要自己去尝试一下 就可以有切身体会 也正是如此 很多时候看到男团女团全开麦 唱得一塌糊涂 甚至想还不如半开麦 这样的舞台效果应该会更好很多 但是看到周深在创四的全开麦唱跳舞台后 我发现错了 错得很离土 周深一个唱跳新手 在经过四五天的努力学习之后 就可以把创四主题曲完成得很好 那么那些以唱跳为主的男团女团为什么不可以 要知道他们出道之前 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与努力 在选团综艺中 也留下了很多优秀的唱跳舞台 那么为什么在选团综艺时可以 结果成团后却不可以 听完周深关于男团唱功的回答后 我发现其中原因或许就是在态度上 周深面对观众的态度是要让观众感到幸福 而这种幸福感是通过全开麦的舞台 把感染力放大后实现的 因此 周深对舞台是认真的 是严格的 他会把每一个现场舞台做到最好 让全开麦的效果犹如CD 可是女团男团她们面对观众时并没有转换角色 还以面对粉丝的态度 面对全国观众 跳得好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可以用眼睛非常直观地看出来 想要假跳或者滑水 很难因为太容易被发现 可是唱 是全开麦还是半开麦夜或是假唱 只要嘴型跟上 粉丝在一顿吹嘘 能看出来的人并不多 因此 与其去辛辛苦苦练习唱跳 还不如只练习跳就好 至于唱可以用其他手段代替 至于真唱魅力 观众的感受并不重要 因为女团男团更多的是对粉丝负责 粉丝满意就好 因此 我开始佩服那些敢于全开麦的女团男团 至少他们想给观众一个有魅力的舞台 如果可以更加努力一些 唱得更加稳定就好了 而那些连全开麦都不敢的女团男团 当他们没有多少流量之时 他们很可能被淘汰 因此 真心希望男团女团登上舞台时 也想着让观众感到幸福 拿出更多的努力带给观众优秀的全开麦舞台 周深踩着经济成长的玫瑰少年 经历过黑暗才会如此阳光通透 把周深丹愿创造影四的声乐导师 无疑是这个节目最大的惊喜之一 周深作为歌手是专业的能够给选手们提出非常有帮助的建议 帮助他们成长 同时他又非常幽默 很懂狗 是个宝藏男孩 为节目增加了很多话题和看点 在创造影四的节目当中 选手们在练习我管你时出现了问题 周深为了帮助选手们找到这首歌的情绪 谈到了网络利器这个话题 周深说 因为恶评这个东西 他占的分量很大 他可能是个夸你在舞台上好迷人好好看 但突然有一条 你唱的什么玩意 你就只看得见那一条 可以说周深说的非常对了 因为他自己就是过来人 他一路走来比很多明星要艰难得多 因为独特的声音 周深一直饱受争议 很多人并不能够接纳他 反而对他恶语相向 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周深以前也会被这些声音所困扰 看到不好的评论 也会忽略了那些夸赞他的声音 想着自己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好 为什么他们会那么说他 但是把精力放在那些你不喜欢的声音上 是很耗费精气神的 这样反而做不好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亏的事情 周深用自己踩着荆棘得来的经验 细心用暖心地开导着选手们 让大家就用作品去展示给他们看 说是没有用的 没有人会听 大家喜欢看热闹 没有为什么 周深在成长过程中就遭到了各种各样的白眼和非议 因为声音独特 并没有像其他同学到了青春期就变生 所以周深遭到了很多欺负 到了乌克兰读书 语言不通老师讲课也听不懂 学的又是灰色难懂的牙医 周深每天都花大量的时间翻译 在完成课业 每天都搞得身心俱疲 连基本的休息都不能保证 后来他决定顺应自己的心意去学习音乐 父母也不能理解他 孤注一掷的他又遇上了生代小节 但是的他都快要绝望了 那时候的他因为成长的经历非常不自信 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他唱歌 后来他开始在国内某平台上唱歌 翻唱了很多作品 以卡布勒这个名字小小的红了 之后被好声音发现 邀请他去参加节目 因为不自信直到第二次邀请周深才去了节目 结果刚上场就被观众说长成这样也能唱歌吗 就是这样一路走来都踩着荆棘的周深 见识了太多的黑暗与恶意 但是仍旧成长为一个玫瑰少年 阳光通透也比从前更自信了 他不给自己立人设 也让粉丝不要捧杀他给他立人设 他的心愿很简单 只要能够一直好好唱歌就很幸福了 进入行业之后 周深的路也走得比其他人要艰难 每次出场都是挑战自我 无论那些攻击还存不存在 他已经学会了不被那些不好的声音所扰 让更多人听到他唱歌就好了 希望选手们也能够有被周深的话开解到 提升自己能力的同时 做好自己的事 不要太被外界的恶评索扰就好了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